进 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 你还不主动跟我说话吗 你倒是说点什么呀 你还在生气啊 你是不是觉得我小题大做 不理取呢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听我解释 那你解释吧 大分别有什么意思 我和许总对你来说 都是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你通过数据就能择右路去 我觉得我 赵总 合作坊到了 我现在过来 我不是想和好吗 怎么又顶起来了 我是想缓和关系的呀 怎么越说越僵呢 跟我出差 行李已经帮你准备好了 资料路上看 是 什么情况 听不懂我说的中文吗 机票筋把你订好了 我是赵江岳主理的 我只听他了 那我跟你说 赵江岳也是听我的 洗洗脸 换身衣服 出发 赵总 赵总 静总让我告诉你 他在嘉欣出差去了 知道了 赵总 金董是不是准备历练加薪啊 他是不是要接金董的班 公司人事调整的事 以公司邮件为准 知道了 你不是出差 你啊 有事吗 我听说顾佳欣出差了 像这肯定没有人帮你带咖啡 我就帮你带了一杯 谢谢啊 顾佳欣不在 你是不是不习惯啊 没有啊 你俩吵架了 觉得你俩最近好像怪怪的 我们俩好的呢 你快去忙吧啊 口是心扉 明明不开心到洗脸上了 好 赵江玉 不能再为了顾佳欣烦恼了 工作才是我的爱人 您看这款您喜欢吗 你闻闻你觉得可以吗 是不是应该我主动套钱比较好 要不然 买个小礼物给他 顺便道个歉 您好先生 需要点什么 我想找个商务礼品 送给客户那种 我们新到了一款提加 品质非常好 您看看是否符合您的要求 行 就这个吧 好的 还需要点别的吗 我再看看 这款八音盒在我们这边卖得非常好 很多女生都非常喜欢的 周总 好久不见了 好久不见 京董 坐 坐吧 好 这位是 我儿子顾佳欣 刚毕业回国 所以带他出来锻炼锻炼 以后啊 就要麻烦周总你多多关照了 真是一表人才啊 日后肯定成大器 佳欣她 买了份礼物送给你 周总 给您带的礼物 您远道而来 就不用这么客气了 不会 你打开看看喜不喜欢 好 好 这 这是送给周总的女儿的 希望你女儿喜欢啊 那我替闺女 谢谢京阳阿姨了 好 交给你那么点事 都弄成这样子 就算是你对我有意见 也要知道 公司迟早要交到你手上的 妈 我虚心学习 让你跟赵张远学习 学习什么了 谈恋爱 我的问题 能不能别牵扯到赵张远 你跟他的绯闻 已经传到我这里了 你知道你跟他根本就不合适吗 您带我出来就是为了冷却绯闻的 我们俩合不合适 你说不算 那你有没有想过 公司的绯闻对他也有伤害 她们都要补给她 拿双六郎 她要补给她 她她的绯闻 你要补给她 她所以她说 你真的让她补给你 对她很惯 她那天 她要她不束 她应该去 她的许多 对她的 对她的 有意见 她不妙 自己和她 她的 人员名单 赵总 嘉欣不在 那你跟芬姐一起 谁说我不在的 你来了 嫣然 你跟老梁一组 做好善后工作 好 好 大家都动起来吧 好 好 若喜 赵总给我安排什么工作 多谢 顾佳欣属于机动人员 那里需要去哪里 多谢 你帮我告诉赵总 我知道了 你们两个 大叔 我们在试炼博物馆 赵总和嘉欣哥哥还在冷战 你加油哦 来了 嗯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顾佳欣呢 还看到我的大分表了 生气了 我们吵了一架 因为这个事 你心情不好啦 难怪雷仙人找你都不要了 这同学太扎手了 老扎的 走吧 我带你去准备 为了 什么事啊 我 谢谢大家